呃 少林失恋不經常女客 師弟 可不可以請你的 呃 請姑娘 嗯 我明白 這樣吧 嗯 可不可以先在荷蘭客單圖下 我陪二哥回少林 帶此是賢鳥 再去一門會合 呃 針針針不住 這是市裡本林來的規矩 不知會有人師父 是不是在鎮店 師弟 咱們過去看看 師 師 師父 方正猜你出事 怎麼到今天才回來 師 師父 弟真是該死 下場之後 馬遲不定 將師父拼出的教誨 都不遵守了 這 怎麼了 你長得昏心嗎 是 還不是長得昏心而已 該死 你喝得酒嗎 弟子不但喝酒 而且喝得爛醉如你 看你從小綜合老師 這麼一道花花世界之中 便 便墮落了如此 咳咳咳咳 師父站上 弟子出犯戒律 更有聲這些的 還犯了 終身召喚 唉 你犯戒太多 我也無法維護你 你 自行在鎮獄戒領罪吧 這一下 眼目又大大的 二哥 我犯罪太多 師父要我去鎮獄戒領罪 這 學祖師兄 你回來了 嗯 師弟 這位是蕾師祖 任何請師弟帶他自相防掛單 是 蕾師祖 請說我自相防 多謝 讓我二哥 我得先去鎮獄戒 展示醫療 快就再去尋你 那好 哦 蜜女頭髮 請蕾師祖謝謝 多謝師父 OK 現在是到處走走的 的時間 應該是這裡吧 正院 這幾位是五台山清涼式的方掌神山上人 江南普路式的道清大師 圖山東林是絕弦大師 長安靜音是龍之大師 另一位大師來自我佛天主上國 法名則羅興 現在同時降臨實在是本是大道的光蟲 故事召集大家出來見見 審判五位大師開談說法 弘揚佛意 不敢當 少林莊嚴寶煞 小鎮新已久 六四年前便來投資拜界 卻被拒之於山門之晚 六四年後重來 原來是師兄 新年曾來少林寺出嫁 天下四人都是一家 師兄竟致主持清涼 凡我佛門指定 無物重養 當年少林寺不畏敢接納 得罪的師兄 小鎮宮請謝過 但師兄另指定 穿天地 紅髮鋪度 有大功德與佛門 小鎮當年來到巴薩求戒 固然是眼目少林寺 出版年子武林 武學淵遠 更要緊的是 天下傳業少林寺戒律經驗 處事憑正 起之世上盡有名副其事之事 師兄何出此言 彼氏善想怒有行為關謬之處 還請師兄名言 有罪當法 有過虛改 官府歹人監禁 道在則魯人勒俗 世俗尋常 可是少林寺一非官府 二非道在 何以善之扣押外人 不許離去 請問師兄 少林寺幹下這場兇殘事事 善人 此 此 齋 彼氏 強凶霸道師子 這師事問命嚴重了 我佛在場 望遠來是佛門從前 請問方丈 貴師可扣押一位天主高增 這位哲羅興師兄弟的師弟 波羅興大師 可是給少林寺 玄疾師弟 聽一下七位高增 訴說其中原因 是 七年之前 天主高增 波羅興師兄 光將 畢士 和士生 總是方丈師兄以下 皆大歡喜 恭敬接待 波羅興師兄演道 數百年來 天主國外道 畢士方丈師兄演道 比方佛性 遠是天主國修來 現下 上國轉來 東突取經 那真是真莫大的姻緣 我們得以上報佛恩 少林寺深感動性 方丈師兄當即親自陪同 波羅興師兄前父 附葬金龍 若有副本 波羅興師兄儘可取去一步 塔諾只有孤本 本是派出三十名正任 幫同超路副本 方丈師兄又道 持續天族路 入途遙遠 金眷 凡多 湖中啃勇四三 波羅興師兄取經回國之時 畢士當派實名正中 隨同護送 善哉善哉 方丈師兄持續 這是莫大的功德 可以當年就 魔羅神大師 玄戰大師 先後悔應 畢士持續是應有之意 師兄讚嘆 愧不敢當 這位波羅興師兄 並在長金閣放夜金卷 本是玄纏師兄 奉方丈師兄之命 獨率眾貞 幫同超級 不敢稍有待見 起至四個月之後 玄纏師兄竟發覺 這位波羅興師兄 每晚深夜 悄悄前入長金樓的密閣 投入本是所長的武功秘笈 玄纏師兄 頂告方丈師兄 方丈師兄 方丈師兄便向波羅興師兄勸喻 波羅興師兄解看了一部分 乃霸 此後請他不可再去密閣 波羅興師兄一口大雨 又連身致歉 說到不只少林式的規矩 此後 絕不再去扣看武功秘笈 哪知道 過了幾個月 波羅興師兄 假裝生病 卻偷偷挖掘地道 又去密閣偷越 帶著玄纏師兄的發掘 一直在數年之後 波羅興師兄 已偷掘了不少本事的武學正點 玄纏師兄出手阻止 交手之下 更察覺波羅興師兄 不但偷掘本事五個秘笈 更以學本事七十二項絕技的 方丈師兄言道 我佛池被違法 這位波羅興師兄的真正難力 咱們無法插之 就像是外道邪徒 也不便太過聯繫對付 幾年來必是對波羅興師兄好好供養 除了請他不必離世之外 不敢示好施的恭敬之意 這位玄纏師兄的話 只是少林寺的一面之詞 真相到底如何 我們誰也不知 但少林寺將這位 天圖高中扣押在世 七年不放 然後讓他聽 折羅興師兄言道 他在天主數年不得施定一群 放心不肖 派了兩名弟子前來少林寺探問 少林寺卻不許 不錯 波羅興師兄既偷學畢士的武功 彼氏是不能認識 他 將武功轉告旁人 神山師兄 腦納有一事不明 僅僅師兄請教 他若有外人拿到舞台上清涼時 偷越貴室的虎武拳全埔 五十一招覆魔精劍精 以及心魂員工 武功高下 全憑個人修穩 全精劍普之類實屬次藥 要是哪一位英雄好好能到清涼師中 道具必是全精劍普 然後拿出自刃無能 更有什麼話說 難道人家瞧瞧有武學法門 還能要人家性命嗎 還能將人家官上一室嗎 塔諾這些武功天氣平平無奇 公之於是又何愛 但貴派的全精劍普內容精衛 武林中素陽 素所清陽 又是給旁人道具 傳之以外 輾轉 折羅欣師兄萬里東來 讓房長連他師兄弟相會一面 也是不許嗎 有請波羅欣師兄 稍微是房長所講話 波羅欣沒有到武功俗 只扣看佛教書 佛教書本來是我天主來的 剛剛又不犯見 當魔祖師是我天主人 他教你武功 你們反而關注天主比丘 這是萬惡 那個人生不好的 出家人不改謊語 波羅欣師兄 你若說謊 不怕對阿皮地獄嗎 我絕不說謊 我少林怕你大金剛全精波羅長法 魔科子學 你不是都偷學的嗎 哈哈 總主佛們可受惠天主佛國不前 當年大魔祖師 加天主武器東來 傳於少林 天主武器流傳至今 少林高增的武功 居然和天主高增的天主武功來 波羅魔科是凡語 金剛是凡神 東西唯一 萬法同源 可說是武學中的無分別境界 哈哈 上人你說這個波羅長魔科子 大金剛全都是本師傳至天主 那麽 折羅欣大師自然金手無比 此次真假基地名牌 小禎要領教大師這三門武功的高招 小禎所此招數 絕不出這三門武功之外 也請以這三門武功為限 天主武功有著名的三百六十門 小禎所以都略及知其大藥 卻不能每一門都接近 據聞本師武功有七十二門絕技 請問師兄是不是七十二門絕技 漸漸精通 卡諾小禎隨便請師兄施展七十二絕技中的三小 師兄是不是都能施展得出 填竹大德中土高增相聚少林寺講論武功 是乃盛世小禎人否有緣做個補術之客 在旁宮領高建 即是佛門同道便請光臨 土方國三爭九魔智參見少林寺方丈 又是這個惡而上 他來做什麼 國是遠來東魯 閉世今日正有一事難以分割 便請國之主持公道代為分辨是非 那是萬萬不敢 只是小禎四才在外聽到兩位大師講論武功 破決兩位均有不識之處 進行國是指點開始 折洛欣師兄四才執行大師 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少林派有七十二門絕技 未必有人每一門都能清通 此言錯意 大師以為魔科之帕奴隆的大金鋼群是少林派秘傳 除了怪派低傳地址之外 旁人不敢 並不會知曉 定是貴派偷學而得 這句話卻也不對 據國師所言 有人以異生而能 監通必派七十二門絕技 不錯 敢問國師 這位大英雄是誰 殊不敢當 便是國師 正是 這個胡針 又刷什麼花量 國師並非有少林派中人 藍者魔科 只怕怒察 大金鋼群等幾項功夫 血精通嗎 不敢 還請選舉大師指教 國師成績 你小針帶開眼見 佩服佩服 唉 老納今日 時至天外 有天 人上有人 老納數十年苦血 在國師眼中 時事不足一戰 菠蘿星師兄 少林師 潛水南洋角龍 浮潛之定 不足一流佳克 善哉善哉 方丈師兄 何必太前 欸 四弟 這和尚 原本死的是小巫相公的內功心法 根本不是少林師的內功心法 怎麼連方丈都沒瞧出嗎 噓 二哥 咱們再且瞧瞧那虎真想何謂 再來介紹他 不過方丈既如此說 那是自認貴派七蛇門絕技 實在並非貴派之闖 這個絕智 須個改一改 國師以戰三豐 本是方丈 亦許天主方丈自行離去 何祖以南如此咄咄逼的 不留絲毫於地 小貞不夠想請方丈硬承一句 以便便告天下武林通道 以小貞之間 少林師不妨衝死散了 諸位高生分頭清涼普渡租處 誓願脫屁安身 各奔前途 小貞孤生來到中途 本意想見識一下少林寺的風範 且看這號稱中原武林泰山北斗之地 是怎麼樣一副莊嚴宏偉的氣象 但聽了諸位高生的言語 看了各貴高生的舉止 哼 似乎還疲不上 批出南疆的大禮國天龍寺啊 這可令小禎大大的意外啊 國師此言 才真叫人失望啊 是你 國師 你是司馬招之心 路人皆知啊 你不提天龍師到罷 你竟然提起來了 整部將你應奪天龍師正式 之絕技的六曼神經的劍卜 卻敗在六曼神經之下 打不過那位正男王子 卻使下三戰之手段 將人如走之士 一併提之呢 哼 哪是天龍師之事 與之少林師又有何感 少林師之七十二絕技 我招招聽懂 這是事實 你又如何說 我說此事 是要讓大家知道 你的為人是如何卑劣狡詐 何況 你敢說你死的 真的是少林的正宗心法嗎 這裡這麼多人瞧見 難道還有假 呵呵 你當真以為 你死逍遙派的小無相公 變想來混遍少林嗎 笑話 今日我是來問少林師的人 你既非少林師的弟子 方丈大師你說句話 是不是少林沒人了 才讓外人出逃 我又怎麼不是少林弟子 我乃少林俗家弟子 法號虛城 你要乃少林陳薇 就先過我和我師兄這關 方丈 請尊許我和師祖師兄 嗯 虛 虛城與虛祖是本派的第三弟子 本來覺得我只可以突翻國地 告訴過我是動 動招動手 但國 對不起我來不及唸 好 這是你們製造的 就讓我們領教領教你們的高招 啊你的小廢物啊 啊 哦好強 好痛喔 這個不是混亂 我完全這個叫什麼了 國師府了嗎 哼 少林是暗藏春色 樹板的領域 原來無恥 我今日可領教了 啊 又叫你們別來 你們還來 唉唷 終靈不見了 我的終靈 你們 你們怎麼來了 你們 唉 當真胡鬧 放大大師 卻如何說呢 這中間的原有 惱惱 為死不至 即將查明 按本事建立處置 國師的中衛師兄 遠來辛苦 便請往克社奉哉 如此 有勞了 主權自備中衛師兄弟之外 余真 各歸真房 惠倫留下 主人 咱們姐妹四肢下傷 遇上了姐姐 被傷衣一統前來 你可別責怪 唉 沒料想這西域和尚居然傷主人 胡鬧 胡鬧 主人 請放上責罰 主人 請放上責罰 主人 請放上責罰 許主 你將經過情友 中頭說來 修得稍有隱瞞 是 弟子誠心鼎告 弟子封 方丈之名下山 在龍亞山真榮其會時 不能 見一位斷始祖因解物凱齊舉 而圖致敬 便便也削下一職 卻誤討勿眾的解開真榮齊舉 我因此得到逍遙只七十餘年的功力 換在切絕前 令我為逍遙派的掌門人 讓我除掉逍遙派的叛徒 興秀老怪 後來我追思伯的腳步而去 卻走了岔路 在路上又對一位姑娘作弄於我 使我破戒開婚 後來我正好看到一群人 正要拿一個小女孩開刀 上天好勝之德 我便衝去救那個小女孩 誰知道那女孩卻原來是寧雀宮公主 天上童腦 因為念功終活怒謀之故 成了小孩的模樣 後來童腦的師姐來了 當時童腦功力未恢復 我們便躲到西夏皇宮的兵教 原來的師姐便是西夏的王妃 就在童腦宮城的前一天 被她師姐李秋雪找到 養人激鬥 養賣巨傷 童腦在臨死前 將寧雀宮的公主之位 傳給了弟子 弟子便成為寧雀宮的主人 也因此替巫老大等群好 解了生死符 在童腦練功的過程中 他將雖好派的武功都傳給了我 其中便有那國師師長的小巫相公 此外童腦還比我破了劍 弟子在冰窖裡 與一個夢中女郎放了銀劍 弟子 弟子無名重長 承扣不處 一獄外魔 便此把此不定 連放昏劍 九劍 殺劍 銀劍 背棄本門 學戀旁門外道的武功 又招致諸位姑娘入室 敗壞本是青鈺 倔態惡極 發不勝法 只求我佛慈悲 方丈慈悲 眾為師兄師弟 虛祖此方遭遇 唯是大巡異場 事況本是千年的青鈺 本作為一人 也不便喪之作主 協定方丈 虛祖過世遂打 功勞也是不小 任不是他在危急之際 出手鎮住那方針 本是在武林中哪裡還有立足之地 立喬征之間 令他懺悔千非 以消罪業 之後 不得出事 但他所懸然旁門無功 虛祖有功有過 有功 當將 有過當法 這幾位姑娘來到本事 喬莊為真 並非處於虛祖受益 他坦承相 揪魔智神山諸位說明正想 也就是了 他們行也罷 不行也罷 咱們無愧於心 但虛祖被其本分 令學旁門無功 少臨失重 之旁詐也隆無向他 虛祖連番主辦戒律 本當飛去堂的武功 這才逐出上門 當他約定的武功 咱也會給人話去 他默下了 方丈 徒聞太師伯太叔叔 先瞧到我佛面上 慈悲開恩 那裡只有一條改過自信之路 不論何種責法 弟子都甘心隱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被陳列祖中的一波 見這著逢其大難關 於腦納之前 但一正道行事 臨為玉碎 博作瓦全 堂諾大夥盡心協力 得保少臨安全 色諾魔晟道帥 腦納與中衛師兄弟 以命護教 一身殉事 卻以問心無愧 不為我佛教的子弟 少臨師千年來 祝福天下不鮮 戰緣深厚 就算一直說錯 施力 請你執行本事戒律 4 有請土方國師以眾位高成 土方國國師 六位師兄秦來 趙靈師須自卑弟子須阻 正方殺戒 銀戒婚戒 九戒四大戒律 施血旁門逼怕武功 暫至初任旁門掌門人 徐竹 四財熟子罪業 你都承認嗎 有何辯解 徐子承認 罪重虐大 無可辯解 甘領太師叔責法 徐竹三罰三 殺飲婚酒四大戒律 罰當眾眾大一百貴 徐竹 幸福嗎 多謝太師叔慈悲 虛逐幸福 你為得掌門方丈和授業師傅是許可 上學旁門無意 罰你廢墟全是少女武功 至今而後 不得再為少女派弟子 幸福嗎 地址該死 太師叔法的 甚是公平 你既為逍遙派長門人 為飄飄封靈舊宮的主人 便當出價還屬 不能再做佛門弟子 從今而後 你不再是少女士真女 如此數字 你可惜福 少女士自方丈大師一次 諸位太師博太師叔 諸位師博師叔 諸位師博師叔 以及恩師 任何對弟子恩義深重 方丈師兄 宣祭師兄 你腦腦來看 這位小佛兄 民徒之反 大有悔改這裏 何不給他一條自行之路呢 師兄自定的事 但佛門廣大 何處不可容身 諸如 咱們罰你破門出使 卻非對你心存惡意 斷一歸依我佛之路 天下莊嚴絲殺 何止千千萬萬 他諾你有歸依三寶之年 還屬後 仍可再求退度 判你另投民視 就算不再出家為政 在家的居土 只需勤修六度萬行 一般也可正道 為大菩薩成佛 方丈太師伯教誨 弟子不敢忘記 慧倫聽著 慧倫 你送我徐祖的夜事 憑日多於教誨 三獨六根之海 慧倫降於指典 自成今日之火 凡你受盾三十棍 弟子欣服 太師伯 弟子願代師伯贏收三十則賬 即使如此 虛祖供受仗折一百三十棍 掌心弟子取棍四代後 此刻虛祖三尾少年政人 家行不可輕重 出事之後 虛祖幾位別犯掌門 與本事再無瓜葛 精美方丈 何述群雄敗山 鐵尾師兄 嘉賓光臨 本派親一門戶之子 只好暫喚一步 以免大漫的遠客 二哥 咱們也出去瞧瞧 可是我有罪在身 四光少年 萬一有什麼事 可以多少出點力 還是出去瞧瞧吧 哦 那好吧 四位不約兒童的降臨畢士 少林是自感榮幸 只是招待不廣 不招 還要一起原諒這個 好說好說 方丈不必客氣 好啊 做個老兒 得到訊息 不燒個信來給我 咱們三十年的交情 就是一筆高下 我 我是三天前才介紹 該幫的鐵子 說今天要來少林 選五年王主 管要天下群好上少林 唯一晚放也沒那天的親 沿日沿夜趕來 唯恐錯過了日子 不能給你這臭賊 突出一臂之裡 什麼凡怪也請我來 哦 原來如此 大禮段正村 見過方丈 阿彌陀佛 董王爺來此 也是為了武林盟主之事 正是 我等來是聖元少女而來 阿彌陀佛 感謝王爺的盛情 大師客氣了 原來冥王也在此 拳子段魚 蒙得冥王垂青 燒至東來 聽拳子言道 也有場多靈 多靈教誨 大有經驗 段謀感激不盡 這裏寫過 不敢 拳子不去吃去何處 樹林又落入堅人的惡針之首 這樣向國師請教 段公子的下落 小鎮到底知道 可惜阿可惜 國師此言何意 可惜這位段君福澤伯侯 但來到中原見到一位美貌姑娘 從此隨隨石油行鞭 什麼雄心壯之一苦惱消磨待機 那位姑娘道東和兵道東 姑娘道西兵道西 任誰看來 都當她是一個有所好行 不物質疑的輕薄之地 那不是可惜之字嗎 哼 段公子小皇子家學姻緣 真門胡子 了不起 了不起阿 這不是小孩子 不只她此刻到了何方 國師弄自她的下落 變形四字 段公子貪不過情況 整日憔悴相識 小鎮見到她時 也是行銷鼓勵 免還基手 此刻是死是活 那也難說得很 你這胡鎮別胡說八道 好 王爺不必憂心 問到三弟精神晃發 身子極好 小師傅究竟可見過那孩兒 是 爛了我和三弟四弟 在林宮喝了大醉 爹 還有在此 爹 你老人家身子安好 嗯 好 玉兒你沒事就好 誒 二哥四弟 我們都在這 二哥 你要做和尚呢 這 木龍公子 地上少是上來 整地還不近視 木龍公子 開始在丁春春 手裡 如何上來 啊 王姑娘 好 段先生此言差矣 我給烏書木龍 幾位 都不關他丁老子 嘿 要不是我不想錯過這次的少民盛壞 憑你那兩下子 我老先還不放在眼裡 哼 一回倒要好好領教領教 哈哈 嘿嘿嘿嘿 新俗派 迪逆前線 加零少士山 是與少林寺為敵 各路英雄 便請作弊三款 且看少林寺 抗擊西來高人如何 先就勞怪危害武林 大火敵凱同仇 朱殺吃了 好 王姑娘 待會倘若情勢兇險 我再附你出去 我表哥武功高強 護我綽綽有餘 段公子 你要是過去吧 懸恥防障 你少林是自稱終於武林首領 依我看來 時事不足一賽 蓋幫幫主全款傾倒 想不到 竟然是他當上的蓋幫幫主 蓋幫數百零奶奶 終於武林狹義到 天下英雄無不張揚 貴幫前任幫主 汪金通幫主 與碧派交情 著實不顯 碧派曾俗之弟子 向貴幫極為尊敬 蓋幫和少林派數百零的交情 從未上了和氣 卻不是全幫主 何以精致召集 天下英雄善少林 我大宋北有遼果 西有西下土販 南有大理 勢以虎勢丹丹 我大宋兵為江寡 國勢脆弱 全賴我武林義士 江湖同道 大火一起匡扶 這台人外抗強敵 內除奸人 只不過竟然外患日生 大火監頭上 可是各門各派各幫各會 卻擬爭我鬥 自己能跟自己打架 總而言之是大家不能夠齊心 氣讓人喬風當槍匹馬的來鬧 終於好險被打了個敗仗 又有聽說西域 新秀海的新塑勞怪 他逞連殺少林 派了兩名高針 我大宋國不堅然 江湖同道 卻又不能齊心合理 彼自十獸方邦欺壓 因此 蓋方 蓋方主張立位武林盟主 大火聽奉號令 有什麼大事發生 並不知亂成一團 全職方丈 敏藏不贊成 全幫主的話 倒言之有理 只不過這武林盟主 卻又如何推舉 少林派是武林中各門派之首 蓋方是江湖上第一大幫 向來並持中原 不相同屬 今天的掌母卻要分個高下 勝之為武林盟主 敗此服從武林盟主的耗力 不得有為 天下各位英雄好漢 今天都聚在少林山下 乃未不服 竟可向武林盟主挑戰 很好 這武林盟主之位 我頂腦先拿定了 新秀老怪 得佩天地 威震還宇 大放狗屁 哈哈 定世主 新秀派乃西域門派 非有大宋武林同道 我大宋利不利 武林盟主 可與新秀派無省 就算中原武林同道 又推起一位盟主 以便同仇四孔 割下新秀派掌門 卻也不便參與 少林方展 承認差矣 老夫乃傷東取戶人士 身與聖人之棒 新秀派乃老夫一手篡劍 只能說是西域方邦的門派 新秀派雖土西域 那只不過是戰士隱居之地 你說新秀派是方邦門派 那麼恐夫子 也是方邦人士 可笑 除了到西域方邦 少林武功 言語 田主達摩祖師 連佛教也是西域方邦之物 我看 少林是成西域的門派 天下武功 永遠難考 西域武功 傳與中途者 有之 中途武功 傳與西域者 亦有之 尖銳之士 當一武功 強弱定勝負 新秀派神功 比對方強弱什麼樣強得多 新秀派神功 天下第一 戰武不勝 攻武不克 強弱臭掌 狗屁不值 誰說 新秀派武功 勝不了 蓋關的強弱十八掌 小幫主 小 你老家好 自… 自別之後 怎麼無不認 不小心你老人家 阿… 阿豬 媽 丁唇 我問你 阿子戰啊 哼 阿子拿我心秀派叛徒 叛教者 我有意思 什麼 阿子死了 這喬風男氣壇葫蘆 人能得了肚子 今日哥再也不能龍湯 活著走出少是山下去 大哥 兄弟 此次局面惡劣 我兄弟難以多思慾 你暫且避開 山高水長 後會有期 大哥 這兄弟的和你有福同享 永安同當 今天大哥有難 兄弟也能給我且偷生 這… 大哥 還有我呢 三弟 你們 三弟 蕭熊 你是氣壇英雄 是我眾議員 豪傑有如無誤 屈屈姑叔 木龍父 今天想領教 閣下高手 大家死在 蕭熊長下 數文公尺一名 今天得盡高險 大會評審 木龍兄 這個是你的不是 我大哥初次和你相見 毫無嫌隙 你又何必稱人之為 何況大家 冤枉你之時 我大哥曾問你分辨 段雄要做打罵不平的英雄好漢 一必善然赤教便是 木龍公子前來湊匙熱鬧 多知起義回合 只是居心剖射 雷公子 也想善來赤教嗎 求之不得 蕭熊 你殺死師父 最不可受 今天該幫要替天行道 哈哈哈哈 好 你儘管來替天行道 性小的 你想替R20報仇 儘管過來 很好 你是逃不掉的 這位兄弟 這位大禮關公子和這位雷公子 是我的結義兄弟 並且咱們身陷重圍之中 寡不敵重 宜然勢難脫身 兄弟 我們生死一共 不玩結義一場 死也罷 活也罷 大家空空快快的喝他一場 三弟 四弟 你們喝酒 怎麼不來叫我 大哥 這位也是我和三哥的結義哥哥 他出家時 法名虛祖 還屬後 叫虛祖子 對 咱們三個結霸之時 將你也結霸在內了 二哥 趕快過來見過大哥 小弟 見過大哥 兄弟 小某人結交你們在等著 英雄好漢 歡喜得緊 三位兄弟 大家痛贏一場 放手大殺吧 哈哈 痛快 放手一搏吧 嗯 待會兒先準備準備 好 這時候段譽超爛的 為什麼主角被打得最痛啊 哈哈 好升級 丁春秋 人到你了 好 28滴而已 我還是給他 給他主角打 哈哈 我miss 你們兩個行不行啊 你們兩個行不行啊 有這麼厲害 你這個死老頭 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 三屬幅沒練 耶 幫我了 誒 太棒了 太棒了 誒 怎麼沒幫我補 超弱誒 喔 學祖必 喔 學祖不能 喔 還沒打死喔 喔 打死了 打死了 真主 給你腦袋中生死符 讓我領教 領教 看招 還來喔 慕容複應該很爛吧 36個是靈子嗎 我看 在哪裡喔 誒 真的誒 呵呵 看到了 獨佔經驗值 蛋公子 手下留情 消磨大好男兒 儘何你這種人情侶 表哥 不可 你有兒子沒有 我上位婚配 喝來止息 你有祖宗沒有 自然有 我自願就死 為你何干 是可殺不可怒 慕容複 談談男子 說不得你這些無理的言語 你高祖有兒子 你真主 祖父 父親都有兒子 便是你沒有兒子 大燕國當年 慕容複 慕容蟲 慕容複 慕容複 何等英雄 慕容複 見識短著 等我前輩指點明鏡 大恩大德 莫此難忘 古來成大業者 哪個不是歷經千辛萬苦 和高祖自有燈球何之困 唐高祖有祥順突厥之魯 他若都引一句這麼隱見一格 只不過是個星載契俠 治療漢罷了 還貪得上什麼海國劍技 你連勾劍韓信也不如 當真是無知無病之徒 慕容複之錯 你哭書慕容複的家傳武功神奇驚傲 舉世無品 只不過你沒學到家而已 這植衣人是誰 他和慕容複又是什麼關係 你是誰 你又是誰 你在少林寺中躲了數十年 為了何事 蛤 居然可以在少林寺一躲數十年 不被發覺 我長生少林寺中 為了小尋一些東西 我長生少林寺中 也為了找尋一些東西 我要找的東西你找到了 你要找的想哪裡找到 否則的話 咱們立場較勁 胡說 真假武功了得 十位在下生平罕見 今日還在比不比 兄弟對殼下的武功也十分佩服 便在比下去 整盤也不亦分足勝敗 你我互相輕撫 不用再較量了 聖猴 養死我了 養死我了 這人雖然是有罪有因的 但所受的苦痛 竟真的意外 早知如此 我給他種上一兩片聖子符也就夠了 善哉 許主 你去接著低音師族身上的苦量吧 是 請尊方丈法子 且慢 方丈師兄 低音傳球作為過讓 豈能輕易饒他 是 明鏡姑娘 也將鎮養王給他扶生半粒 先祝老罐 這半粒只養王 隔止三的只養 過了三天氣氧又再發作 那時候我祖然是不肯再次靈藥 要求你乖不乖的 你們這些卑鄙小人 怎麽將 吹清水耳怪的塵槍爛掉無恥言語 總而稱頌無助人 但這無禮之急 是 是 是 小人立即令出集區花樣翻心 包括那仙姑滿意便是 是 是位仙姑 花容月貌 勝過西醫師 遠超貴妃 許主 你這一定文貨 之後 當走下一隻島 約東門人 約束門人弟子 令他們不敢為非作臺 是 許主願尊方丈教誨 破門之勢不可廢 那仗則 卻更免了 我只到少林是重視界律 執法如山 卻不料一般也是屈臉賦屍之徒 您就主人得佩天地 威震當勢 古心無比啊 我是一大意見者 腦納之徒 玄其師弟 安排法杖 是 法杖持後 許主 你目下之少林弟子 浮生獸杖 是 是 弟子虛祖 違反本事大戒 攻你方丈的這一頁 的仗者 勇仗 且慢 你 你背上是什麼 我 我的 你 你幹什麼 你怎麼不認一娘 你 你是我娘 神明不久 並在你背上 你兩邊屁股上 都燒上九個 借點 香巴 你這兩邊屁股 是不是各有九個香巴 是 我兩股上 各有九點香巴 是 娘 你給我燒的 是啊 我們是不是跟你燒 為什麼會知道 我找到兒子 找到我親孫 果然的兒子 你 娘 我有媽媽了 蛤 孩子 你今年24歲 這24年了 我白天想你 黑夜也想你 我欺負過人家有兒子 我自己兒子就給天上的賊子脫去 我只好偷人家的兒子 可是別人的兒子 那有自己親生的好 啊小妹 你老是偷人家白癢放的蛙兒來 玩狗被捏死他 原來是為了自己兒子 給人家偷去了 越老惡你員工 你總是不肯做 很好妙計 虛祖小事 你媽媽是唯一妹 你快叫我一層越老婆 不對不對 虛祖是你師父的把兄 你應該叫他一層師伯 我是他母親的異弟 輩分比你高了兩倍 你快叫我師叔祖 你奶奶的 老子不叫 是哪一個天上的狗層 偷了我孩兒 還能過蒙子分離24年 孩子 我們走遍天涯海角 要找這狗賊 將千刀萬刮 斬成肉架 你娘夠多看 還有武功高強 正好給娘報仇血恨 你這孩兒是給人家偷去還是搶去的 你面上的血痕從何而來 你你是誰 你怎麼知道 你難道不認得我嗎 是你 不錯 你孩子是我搶去的 你臉上的血痕 也是我抓的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搶我孩兒 我和你素不相識 無焉無醜 你害得我好苦 你害得我再多24年來 日夜受苦煎熬 你這孩子的父親是誰 他 我不能說 媽 你跟我說 我爹是誰 我不能說 夜二娘 你本來也是好好的姑娘 溫柔美貌 裝裝 裝裝賢淑 可是在你十八十那裡 受了一個武功高強 大有身份的男主所有 失勝於他 生下這個孩子 是也不是 是 不過 不是他引誘我 是我去引誘他的 這男子只顧及自己的三名虔誠 卻不顧念你一個年紀千辛的姑娘 為家神職 出現這何等的奇慘 不 他顧待我了 他給我很多飲料 給我好好安排下巴士的生活 我不能交給他 他只能娶我為己 他是個好人 他想我都很好 是我自己不願眼淚他的 他是好人 夜二娘 惡眉素 惡眉素 惡眉素柱 但對當年的情擾 卻實在情誠意重 只不知男人是誰 這孩子的父親 此刻變得此見 你何不指他出來 不 不 你為什麼在你孩兒的背上 骨上 燒上 山處 二十七點 界點 相巴呢 我不知道 求求你別問我了 你不肯說 我卻知道 只因為這孩兒的父親乃是佛門弟子 是以為大大有名的得道高證 海兒 我們快下山去 真的是妖怪 他什麼都知道 我..我再也不要見他 這錯也不用報了 且慢 我話也沒說完 你不要報仇我卻要報仇 夜二娘為什麼搶你的孩子你知道嗎 也因為有人搶救我的孩兒 令我家破人亡 夫婦父子不得團聚 我這是為了報仇 有人搶你的孩兒 也是為了報仇 正是 我搶你的孩兒來 犯到少林寺菜園之中 那少林仍然將他 撫養長大 受了他一身無益 也因為我自己的親生孩兒也被人搶去 撫養長大 要少林受了他一身無益 你..你是我爹 好孩子 好孩兒 不真是你爹 長林爺陽一..一半身形相貌 不用激人 誰都知道我是你老了 爹 你..你..你沒死 哈哈哈 孩兒 難得我傷心之下跳崖至今 男子命不該決 對他孤立一堵大樹的枝桿之長 竟不得死 這一來維護著四字已去 變心復仇之年 男子念門外 終於好解不問親友 便殺了你不會無功能罵嗎 孩兒 你說此所該不該報 父母之寵 不供帶點 冤可不報 當著喊你母親之人 大半以為我所擊斃 改幫前任幫主汪建通 生懶..懶病生骨 總算便宜著他 只是那個領頭的大惡人 至今健在 孩兒 你說 咱們拿著他怎麼辦 此人是誰 孩兒 那如果你媽 懷抱著你 到你外婆家去 不了入境燕門關外 數十名中毒武士要降出來 將你媽和我的水蟲殺死 大宗我氣當一口吵 互相視察原廢其事 但這些中毒 武士埋伏厚散 顯然有欲謀 孩兒 你可真是有什麼緣故 還有一天盡管大師說道 他們得到他的訊息 悟心請到我是要來少林寺 奪取武學電機 以為他任何奪大宋江山的髒 當年你老子並無奪去少林寺 武學電機之行 他們卻冤枉了我 小遠山一不做二不休 人家慵懵我便做給人家瞧瞧 這三十年來 我小遠山便躲在少林寺中 少林寺諸會高枕 你們有本事便在小遠山殺了 否則少林無功 非流入大寮不可 爹 這大惡人當年少我媽 還可說是四處誤會 雖然魯莽 尚非故意為惡 可是他卻殺去我義父義母 我們喬斯夫婦 連孩兒大猛惡名 那就是大大不敢 孩兒 應可錯了 那喬斯夫婦 是我殺的 是爹殺的 那 為什麼 你是我親生孩兒 本來父子 夫婦一家團聚何等快樂 可是這些南朝五人 將我們欺丹 看作豬狗不如 等不等不便橫架殺戮 將我們孩兒搶 交給別人當作他的孩兒 那喬斯夫婦冒充是你父母 既奪惡的天倫之樂 又不跟你說明真相 那便該死 他兩位老人家 是這大猴人 拿著放火焚燒 張家莊 不錯 都是你爹幹 當年大家 帶頭在燕門關外 殺你媽的死者 這些人 明明知道 就不肯說 個個躺後與他 岂非該死 少林寺玄虎大師 受孩兒武功 十年中寒暑不見 孩兒有今日 全莫恩師栽培 這些南朝五人 硬閒狡詐 看有什麼好東西了 這玄虎 是我義長證實的 歐彌陀佛 殺我愛其 獨自的大仇人之中 有改幫幫助 又有少林派高手 他們只想永遠 滿足這血心罪過 將我兒子變作漢 將我兒子 拜大仇人為師 集大仇人為改幫幫助 孩兒 那日晚見我打了玄虎 那日晚見我打了玄虎 那日晚見我父子龍馬相識 直到是你出手 連那小三明也分不清 你我是父子 原來如此 難怪拿著玄虎大師 見到我死 竟有如此錯愕 那小三明又立正是我出手 打死玄虎師父 這次人即是爹所殺 變成孩兒所殺沒有分別 孩兒一直憋覆這些名聲 去也不我 那個大女中有五人 夜魂光埋伏的惡人 結果看得明白沒有 其有不探查明白自己 自然還會嫁破人亡 我用假一等打死 竟不便宜的他 野惡娘 跟你剩下這孩子的人是誰 嗯我不說 我可要說出來 我的少林寺隱夫三十年 神無神地打過我的眼去 你們在紫雲洞相會 他就喬婆婆來給你節省總總事 要我一無一時的說出嗎 小老衣袖 請大人大贏高抬貴少 放過他 我還有一張你公子 八百思俏 結為禁男兄弟 還在武衣中這麼大的名聲 這幫的身份 年紀又這麼大 你要打藥殺 對付我 可不必去為難他 善哉 即朝夜 雲 便有夜過 許主 你過來 你在始終二十四年 我竟始終不知 你便是我兒子 竟然是方丈 這 小老世主 你和令郎分離三十一年 不得相見 卻導致他武功進進 聲明和崛起 正為江湖上一等英雄好漢 陛下自批安慰 我和我兒 默默 你不用說出來 那邊如何是好 可怎麼辦 惡娘 既坐下惡夜 返回固然無用 隱瞞也是無用 這些年來 可哭了你了 我不哭 你又胡說不出 那才是真哭 小老世主 念門外 一意 老納做成大作 眾家兄弟為老納包含此事 又一一送命 老納今日在死 實在為死已晚 魔伯 魔龍老司主 當著你假傳音訊 說到氣壇武士的大局 來少女都去武學點擊 以致種種大處 蛤 他不是死了嗎 蛤 啊啊 放當大師 你也管好身體啊 居然將我給認出來 爹 你..你沒有死 魔龍老司主 我和你多年交好 說來輕重你的威人 男人你向我告知此事 老納這次生性不已 其好誤殺好人 老納可再也見不到你 後來聽到應病去世 老納好生痛掉 一直知道你當時和老納一半 也是誤人厭言 量成無意的措施 心中內疚 以這一年的早事 哪知道 魔龍老司主 老納今日聽到你對 靈狼勸討言語 在這裡是故事的魔龍士 僅是帝王之一 所謀者大 那麼你假傳音訊性的用意 也就明白不過 只是你所塗抹的大事 卻原來終究難成 那不是王太師 證不過無辜的生命嗎 魔是在人 神是在天 我懸悲師弟 承奉我之命 到古書來向你請問此事 想在他言語之中得罪了你 你又在貴府見到了他 諾甘諸是馬跡 猜到你造反的意圖 因此 你要殺他密口 你想挑起大理 段氏和少林派的紛爭 料想你向我全被大者偷襲之死 是的 這是段氏異樣子 只是異樣子所學 不僅奈何不了他 終於 還是用魔龍士 儀匪之道 王師彼正的家傳奔你 嘿嘿 你在必死生活這許多年 竟然在少林七首絕技之一的委託 主的真功也練成 但何良弗林派那招 天領千領的 淹領身份 武功 向他還不屑花功夫去練 尼殺柯法是柯次主 使得是家傳功夫 卻不知又為了什麼 哼 老丈方金敏無比 逐步出山門江湖上諾潘情勢 卻了如之長 立了好生欽佩 那柯次族家傳萬富 行事向他小心謹慎 你招兵買馬 雞彩除了 看中柯次族的家傳 老方戰了不起 了不起 只可惜你明察求好自己 卻不見於心 在下這位小兄 裹得貴視這麼多年 明白別人容易 明白自己勝難 克敵不易 克服自己心中貪念吃三毒打敵 更是艱難無比 老方丈 電在心內你我相交多年的故人之宜 我一切執言相告 你還有什麼事要問我 以消逢消世主的為了 改幫馬大元父母幫主 馬夫人白世紀長老三位 料想不會是他殺害的 不是慕容老世紀 是消世主 馬大元是他欺負白世紀何謀害死 馬來世紀是我殺的 期間過節 大禮斷王也親眼目睹 請 慕容老賊 你的罪過後手 上來臨死吧 哈哈哈哈 罪 爹 等等我 追過去看看 我少林是乃佛門善地 非師鄉歐鬥之場 成為師主 進入喪之喘入 不錯不錯 少林是乃佛門善地 乃是莊雅師生子的善地 腦娜犯了佛門大戒 有傷 這個是我們會唸 雞嗎 雀靈青鈺 學姬師弟 一本是戒律 該當如何責罰 這個師兄 國有國法 家有家貴 自來任何門派盤會 宗族誓願 都難免不了不孝弟子 親民領域之暴血 不再求永遠無人犯規 才求世事暗欲懲懲處 不殺狡戒 執法陣 將虛途上一百三隻貴 一百貴 罰他自己過犯 哇 這邊兩段劇情齁